丈夫出轨终点宫 未与终点宫再婚 他向妻子提出离婚 丈夫与终点宫戒酒交仇 不想妻子突然来电 丈夫情急下将醉酒的终点宫拖进楼道 终点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丈夫是否需要为他的死 负责藏进楼道的秘密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气管炎是病 大家都知道 但是气管炎它可不是病 它是婚姻生活的一种形态 简而言之 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女强男弱 我们今天案件中的一对夫妻 吴小慧和于强 就是典型的女强男弱 用男子汉于强自我嘲讽的话讲 叫做她管国家大事 妻子管生活小事 但是 妻子吴小慧没有想到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懦弱的丈夫于强竟然向他的霸权发起了挑战 结果还酿出了一起人命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8年一个周末的晚上 吴小慧发现自己稳定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在那一段时间 他因为身体不适 带孩子回了娘家 他像往常一样 给丈夫于强发微信 想了解安排家里的家务事 但是 以往都是秒回的于强 却迟迟不回他的微信 吴小慧就发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 他准备在丈夫承认错误的时候 要发飙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于强这个回复并没有承认错误 于强写的是什么 小慧咱们离婚吧 吴小慧看了以后 顿时火冒三丈 你于强吃了豹子胆呢 他马上就给于强打电话 结果于强拒绝接听 并且把手机关机 吴小慧虽然感到意外 但是他并不伤心 他内心里反而一直冷笑 那真是三天不打要上房接瓦 丈夫竟然敢造反了 看自己回去以后怎么收拾他 吴小慧就告诉母亲 自己家里有点事 明天要回去一趟 丈夫提出的离婚请求 并未得到吴小慧的重视 而令人不解的是 一向听话老实的丈夫 怎么突然要离婚 是丈夫变心了 还是一时说出的气话 那么丈夫于强与吴小慧的婚姻 到底经历了什么 吴小慧和于强已经结婚了八年 他们两个人都是某一个企业的职工 当时吴小慧是办公室里的文员 而于强是一线的模范工人 吴小慧的工资和工作环境 都比一线的工人要好 所以吴小慧也一直想找个理想的对象 但是他找来找去 脱成了大龄青年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对象 后来经过别人介绍 就认识了于强 他考虑到于强是在企业里的先进模范 工作努力为人也很好 所以吴小慧就降低了条件 和于强谈起了恋爱 而在恋爱当中 于强自知自己的条件不如吴小慧 所以他在吴小慧面前自爱三分 事事处处都让着吴小慧 吴小慧在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儿 因为他身体的原因 他一直休假在家 于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工作 挣钱来养活一家人 在婚姻的激情绪过去以后 于强对于妻子的美貌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过去服从的骄傲 就变成了现在窝囊的沮丧 他从心甘情愿听妻子的话 变成了什么 无可奈何地被摆布 而他那些同事们看到于强 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零花钱 吃喝玩乐都不敢参加 所以他们都嘲笑于强 你枉为男子汉 作为堂堂的七尺男儿 这个于强的心理就越来越不平衡 所以当妻子吴小慧带女儿回到娘家以后 于强就在微信里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啊 吴小慧熊啾啾气昂昂地回到了家 见到丈夫于强以后啊 他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 我才离开几个月你就开始造反了 你是要和我离婚对吧 咱俩现在就去民政局 于强停了以后啊 抬眼看看他嘴里嘟囔道 今天是双休日 民政局不办公 吴小慧一想也对 他就坐了下来盯着于强问 于强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于强啊 不敢正眼看他 我昨天晚上喝酒了 吴小慧在进屋的时候啊 他实际上已经闻到了酒味 看来啊 这个于强还是欠收拾 竟然忘了这个家 只有吴小慧说了算 他说话是不算数的 所以啊 吴小慧就拿出了一副 居高临下的架势 既然你是酒后说的不负责任的话 那你自己说说 应该怎么样惩罚你 这于强啊 有些胆怯地看着他 小声说道 我还是想离婚 看到于强坚决要离婚 吴小慧大吃一惊 他发现自己对丈夫根本不了解 丈夫想要离婚 并不是醉酒说出的胡话 而是酒后吐真言 那么丈夫离婚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眼情 妻子吴小慧又会怎么做呢 一贯老实芭蕉的丈夫 现在竟然是哑巴吃饺子 肚子里已经有数了 他就气冲冲地逼问道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于强就小声说 我在家里没有地位 吴小慧冷笑一声 你没有地位不是一天两天了 过去从来没有听你抱怨过 这不是你离婚的真正理由 于强看着他不说话 吴小慧等了一会儿 看于强还是不说离婚的真正原因 他就对于强说 你不告诉我真正的原因 我是不会同意和你离婚的 我要和你分居 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说完以后啊 吴小慧转身气愤地离去 其实啊 于强提出来和吴小慧离婚 背后啊 确实有隐情 这个隐情啊 就是他和聘请的终点工 董立产生了感情 结婚以后多年来啊 于强是家里家外 一个人担当 所以他平时啊 活得很累也很辛苦 而吴小慧带孩子回娘家以后啊 还天天通过微信 给他下指令 让他干这个 让他干那个 所以当妻子不在身边的时候 于强啊 就开始扬奉阴违 他在晚上 聘请了终点工上门来收拾卫生 干家里的家务活 董立啊 就这样走进了于强家 于强对勤快又温柔的终点工董立 产生了好感 两人在不断的交流中成为相好 于强找妻子提出离婚 妻子伤心不已 找于强的父母告状 而就在此时 终点工董立告诉于强 他的丈夫同意离婚了 面对这种状况 于强会怎么做呢 藏进楼道的秘密 正在播出 那天董立第一次上门 于强一看他年龄和自己差不多 干活十分利索 并且很快就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董立的细致认真就博得了于强的好感 于是 于强就隔三差五请董立上门帮忙 相比家中那个母老虎吴小慧 董立性格温柔 皮肤白净 对于于强可以说是绝对的服从 他交代的活保质保量完成 这让于强的男子汉尊严日益上升 很快于强就对董立产生了好感 他了解到董立以前呢 也曾经在一家企业工作 后来这家企业破产了 所以他才出来干终点工 所以相同的企业工作经历 又让他们两个人有了许多的共同语言 因此 每次董立到家里来 于强对他都十分热情 在这个期间 于强也告诉董立 自己的老婆很霸道 自己在家中啊 没有地位 婚姻一点也不幸福 听了于强 痛苦的陈述 董立啊 表示很有同感 他说自己的老公啊 也不争气 整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 对家庭啊 一点也不负责任 两个人在婚姻中啊 都是同病相邻 所以他们就这样 在不断的交流中 感情越来越近 一次 于强请董立到家来做保洁 然后他留董立在家吃饭 吃完饭以后啊 他们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从此 雇主和终点工 成了情人 于强在董立的温柔之下 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情 他觉得自己啊 越来越离不开董立 于是他就和董立商量 他们两个人都离婚 然后他们再结合 董立啊就感到为难 因为他老公十分野蛮 如果知道了他和于强的情人关系 他肯定会上门来闹事 而且他们双方啊 都有孩子 所以啊 他觉得最好不要轻易折腾 而于强呢 则不以为然 表示离婚和结婚 都是正常的事 董立的老公 不会因为他提离婚 就怀疑他有外遇 但是董立停了以后 仍然摇头 说你不了解我老公 咱们既然选择了 现在各自的婚姻 还是能忍 就忍下去吧 虽然董立不想因为婚外情 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他十分重义于强的人品 觉得于强是个可以依靠的人 而于强也早已沉浸在 董立的温柔之中 那么他们两个人 会如愿走到一起吗 于强啊 就暗下决心 自己先离婚 然后再慢慢地给董立做工作 于是他就以酒壮胆 向妻子吴小慧提出了要离婚 当吴小慧回家 对他兴师问罪的时候 一开始啊 于强的心里还是很胆怯的 因为他七管言已经很多年了嘛 但是他和董立的爱情 一直在鼓舞着他 所以他还是 坚定地告诉吴小慧 他要和他离婚 只不过他没有告诉吴小慧 离婚的真正原因 而吴小慧发现 丈夫要离婚已经死心塌地了 就知道和这个一根筋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他就气横横地离开了家 去了婆婆家 到了婆婆家以后啊 这吴小慧鼻涕一把 演了一把 讲了于强要离婚的事 公公和婆婆 平时知道儿子在家中无地位 被儿媳管得是服服帖帖 心里啊 老觉得儿媳做得太过分 但是儿子从来没有吐过怨言呢 所以作为小两口的家务事 他们老两口啊 也不好出面干涉 现在看到一贯强势的儿媳 哭得是稀里哗啦 这老两口的心里啊 多少还是有些快意 但是快意是快意 他脸上不能表现出来 再加上小两口要闹离婚 这不是小事 所以这老两口啊 以大局为重 就对吴小慧表态 坚决不同意他们离婚 他们老两口 现在就去教育儿子 说完以后啊 老两口送走了吴小慧 然后就去了儿子家 于强看到吴小慧被气走以后 赶忙给董立打电话 告诉董立 自己已经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并向董立表忠心 那么于强的妻子吴小慧 会答应离婚吗 这一切真的会像于强期待的 那样顺利吗 他们两个人呢 电话里谈得热火朝天 门外传来了父母的敲门声 和呼喊声 于强一听说父母上门了 他马上挂了电话 给父母开门 父母一见他就严肃地问 你为什么要和吴小慧离婚 于强不敢承认自己 有外遇有新欢了 他就说 我在家里一直受欺负 我压力已经到了顶点 所以我受够了 于强的父母啊 就苦口婆心 从夫妻生活 难免都会有矛盾的 再讲到离婚以后 会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还说你这样离婚 就上升到了咱们 家风家训的高度 影响咱们家的社会形象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一句话 父母坚决不同意 他们离婚 结婚这么多年 于强好不容易壮胆 提出了一回离婚 结果遭到了 妻子和父母的一致反对 于强就对父母表示 自己会认真考虑 他们的意见 在送走了父母以后啊 于强的内心 已经开始犹豫不决了 恰在此时 他接到了董立的电话 一接通以后啊 董立兴奋地告诉他 他丈夫同意离婚了 于强一听就懵了 自己正在打退堂鼓 董立竟然可以离婚了 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心中烦闷无比的 于强与董立喝得烂醉 就在此时 妻子突然打来电话 情急之下 于强将不省人事的董立 拖进楼道 并独自离开 于强再次回到小区时 竟发现董立已经死亡 那么董立为何突然身亡 于强又该怎么办 藏进楼道的秘密 正在播出 于强就觉得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他就约董立马上到家里来 于是董立就来到了于强家 于强就详细讲了 自己跟妻子摊牌 以及妻子父母 都不同意离婚的经过 并且告诉董立 他想离婚呢 可能没有他设想的那么容易 而董立则告诉他 他一开始也觉得自己离婚会很难 但是他没有想到 和丈夫一说 丈夫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了 反而说什么 早点办离婚手续去吧 这样的话我以后再打牌喝酒 你就不用再管我了 于强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竟然打了一个颠倒 本来以为老婆看不上自己 自己离婚会很顺利 但是没有想到 反而是董立的离婚更顺利 于强感到心里非常郁闷 他就做了几个菜 和董立借酒消愁 两个人一边喝酒 一边感叹人生不容易 不知不觉当中 他们就喝了一斤酒 本来两个人酒量就不高 再加上酒喝得又很快 而且心情又都不好 所以他们很快就喝醉了 两个人啊 亮亮腔腔的 互相触拥着进了卧室 到了半夜时分 于强突然被妻子 吴小慧的电话吵醒 吴小慧在电话里啊 让于强马上去她娘家 两个人在一起 把事情说清楚 说清楚以后 明天就可以到民政局 去办离婚手续 吴小慧这番话呀 让于强的酒就醒了 自己也可以离婚了呀 他心里顿时感觉啊 天无绝人之路 但是吴小慧说了 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那必须要回家来拿结婚证啊 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董立 扭头看见董立啊 没有穿衣服 躺在他的身边 于强啊 就急忙伸手去摇董立 想让他赶快穿好衣服 离开 但是没有想到啊 董立已经酒醉的不省人事 于强啊 就准备弄点水给董立喝 让他尽快醒过来 但是没有想到 吴小慧紧接着又打了几个电话 问他出门没有 你到了什么地方 让他快点去 这吴强啊 他连声说我已经出门了 我很快就会到的 但是吴小慧不相信 要和他视频通话 于强哪里敢和吴小慧视频呢 他情急之下 急忙把赤裸的董立 拖到了屋外的楼道内 然后把他的衣服啊 都放在他的身边 自己急忙骑着电动车 赶往丈母娘家 于强赶到丈母娘家以后啊 发现老丈人 丈母娘都没有睡觉 全家人正严肃地等着和他谈话 自然 于强再一次经受了思想政治教育 吴小慧也明确表示 因为他们有孩子 所以他是不会离婚的 如果于强认为他以前做的哪点不好 他愿意承认错误 以后改正 刚才为了让他来家里 才说同意离婚的话 实际上这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 这时于强才发现自己上了妻子的圈套 面对岳父母的殷切希望和尊尊教导 于强不得不表示 他愿意考虑双方父母的意见 和吴小慧接着共同生活 互相磨合 于强跟妻子的问题基本解决 然而 董立那边却出大事了 第二天上午 吴小慧和于强就一起回到了家 在路上啊 于强就一直想 这个董立怎么样了 肯定是已经酒醒回到了他自己家 但是于强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们两个人进了小区以后 就发现了异常 只见自己住的楼门口 停了几辆警车 而且门口还拉了警戒线 人们不得随意进出 警戒线外 全都是围观的小区居民 于强就急忙问认识的邻居 怎么回事 邻居惊叹道 不得了了 出人命了 原来啊 习惯早起的邻居 像往常一样开门外出 楼道内的场景啊 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在冲寒撂翘的天气当中 一名女子竟然赤裸地躺在楼道中 她的身体旁边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邻居一看呢 吓得立刻大叫 其他邻居出门看见以后 马上打电话 报了警 110和120相继赶到了现场 经过了医生检查 该女子已经死亡了 那么 她为什么会赤裸地躺在寒冷的楼道中 她的死因是什么 面对这起突发的案件 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 开始进行勘察 于强一听顿觉五雷轰顶 他预感一定是董立出事了 可令于强不解的是 董立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是不是有人趁机害了他 于强的内心十分自责 最终他主动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并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后经法医鉴定 董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达到了每100毫升 210毫克 属于醉酒的状态 同时董立的身体外表 有多处的擦伤 头部有两处的顿气伤 后来经过法医的分析啊 可能是头部碰撞了台阶导致的 上述的伤情都不是致命伤 董立的直接死因是低温冻死 酗酒以及死血 加速了他死亡的进程 鉴于于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啊 他就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 于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被起诉至当地的法院 在法院的审理阶段 被害人董立家属 委托了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指出 被告人于强对醉酒的董立 有照顾的义务 但是他因为担心被妻子 发现婚外情而恐惧 他不顾被害人董立的死活 将其丢在气温极低的室外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被告人于强的刑事责任 而于强在法庭上解释 当时啊 他也试图给董立穿上衣服 但是因为当时他自己也喝多了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最后没有给他穿上衣服 因为妻子几次打电话催得很急 所以他只能把董立的衣物等个人物品 放在他的身边 然后啊骑电动车离开 于强就误以为董立在酒行以后啊 会穿好衣服自行离开 主观上很难想到他会因此被冻死 他也不追求他死亡的后果 于强的行为 代理人说他是故意杀人 而辩护人说 他没有追求他人死亡的这样一个主观故意 那么于强的行为究竟属于过失之人死亡 还是故意杀人呢 他们双方争执的焦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过失和故意 这表明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规定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 法律有规定的才负行事责任 所以我国刑法 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 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 所以法律规定 过失犯罪 法律有规定的才予以处罚 那我们具体到本案 区分被告人余强行为 是故意杀人 还是过失致人死亡 换句话讲 他是过失犯罪 还是故意犯罪呢 这要看什么呢 就要看余强主观上 对于造成董立死亡结果的态度 他是希望避免 还是放任发生 根据我们本案的现有证据 一方面呢 余强和董立没有明显的矛盾 他们是亲密的情人关系 他并不希望董立发生死亡的后果 另一方面 余强当时以为 董立会在九星以后 自己穿好衣服离开 所以他主观上轻信 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 因此啊 余强的行为 应当认定为过失犯罪 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关于过失致人死亡啊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 过失致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最终啊 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被告人余强 有期徒刑 六年六个月 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啊 余强没有上诉 他进监狱服刑改造 而余强的父母呢 也代替余强 对被害人董立的亲属 进行了赔偿 吴小丽没有想到 老师的丈夫竟然背叛自己有了外遇 而且还成为人人瞧不起的罪犯 一贯要强的他呀 立刻就对余强提起了离婚诉讼 经过法院在余强服刑地的审理 法院判决他们解除了婚姻关系 观众朋友 吴小慧和余强石横的夫妻关系 是本案悲剧的起因 夫妻之间要讲究相处之道 相敬如宾 举案其媒 夫妻之间呢 应当互相尊敬 这些古训 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如果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 也要学会正确的处理矛盾 不负责任的离婚或者出轨 都可能产生后患 当然在本案当中 让余强承担刑事责任的 则是他没有尽到法律上的义务 也就是说 他和董立喝酒的这个行为 产生了他的一个照顾义务 因为董立已经喝醉酒了 所以他就必须照顾董立的安全 由于他违反了这一法律上的注意义务 过失导致董立死亡 从而构成了刑事犯罪 造成了这一发人深省的悲剧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男人怂恿退休阿姨加入传销 还逼她交出三十万元加盟费 见阿姨无法还债 骗子教售她与单身老汉结婚 并骗走卖房款 警方将两人抓获 到案后两人都指责对方是主谋 法院会如何判决 被安排的姻缘下期播出